3月10号上午开工的长春国际会展中心方舱医院正式的投入使用了 目前的长春市现有一座方舱医院再见 15号下午来自长春市中心医院的40多名医护工作者进入长春市会展中心方舱医院 晚上6点首批患者进入方舱医院接受治疗 会展中心2345号管将作为新冠肺炎轻症和无症状感染者治疗区域 共设有1500多个床位 方舱医院内为患者提供了床单 备照 洗漱用品等生活用品 目前长春气温较低 方舱内设有供热系统 保障室内裁暖 患者进入舱内后将根据患者的具体身体情况调配饮食